欢迎收看7月8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远近 隔夜美股成跌势 亚洲股市也普遍疲弱 马股则在蓝筹股表现强劲等利好推动下 全天上升16.78点 币市收报1583.50点 创下近6个月新高 汇率方面 马币兑美元升值至4.2720令吉 对新元则走高至3.0621令吉 接着由企业BlackNY的单元 云顶高原开栓的消息早前令不少人倍感振奋 但新业研究指出 由于受到抗疫标准作业程序 及人数限制的影响 加上公众仍未消除对疫情的恐惧 云顶高原业务下半年的恢复速度依然显得迟坏 新业研究实地走访后发现 恢复营运的赌场里 并非每张桌子都有被使用 而开放的桌子 每张只允许有2至4人 而且站立的顾客不被允许投注 相较于疫情前 每张桌子的投注人数 普遍为20至30人 至于老虎机及电子堵桌游戏 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也只是间隔式开放 有鉴于此 新业认为云顶必须等到2021年 才有可能回到2019年的营运状况 深受冠病打击的亚航集团 股东资金不足触及PN17现困公司门槛 幸而交易所给予上市公司12个月豁免期 让亚航暂时避过现困命运 不过由于外部稽查师安勇对亚航 2019财政年的财报发表出无保留意见 质疑该公司业务持续能力 造成亚航在停牌半天之后 复牌时面对沉重卖压 必是收在全天最低的70.5仙 大跌15仙或17.54% 是第三大跌价股 成交量达2亿2410万股 分析员普遍看淡亚航的业务展望 当中联创研究估计 该公司今年将蒙受于36亿令吉亏损 而大马投行的目标价更是低至41仙 分析员预期在政府提供财务援助 以及冠病疫苗开发前 该公司业务展望都不会乐观 大马资金市场在6月吸引到 86亿令吉的外资净流入 写下34个月以来最大流入规模的记录 相比5月为流出20亿令吉 外国投资者在6月净买116亿令吉大马债券 同时净卖30亿令吉马股 这显示资金主要还是流入债市 总结上半年 外资的累计债券净卖额缩减到58亿令吉 而从马股提走的款项 则仍然高达163亿令吉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再会